这些是我到阿富汗来的第一件装备 防弹衣 也是我大哥家里面的 他这里请了四五个保安 都是合枪实弹的 大家好 我是老周 我现在已经来到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了 今天住在我一个大哥家吉阳 吉阳家里 因为来到阿富汗这边最好是住当地华人开的宾馆 这样的话有个照应 因为这边毕竟他新政府 塔利班执政 就很多东西都是不可预料的风险 我们现在走在这个阿富汗的街道上 遇到一些热情的阿富汗人 你好 你好 How are you 你好 非常的热情 然后路上有很多小孩子在放风筝 阿富汗小孩特别喜欢放风筝 让我想起了一部小说 追风筝的人 因为今天是第一天来到阿富汗啊 还不熟悉当地的情况 就不能走太远 就在住的地方附近 看一下他这边这个小区里面的人 生活就行啊 就方圆 呃 两三百 两三百米内 啊 因为一个是 现在还没装那个电话卡 然后没有网络走出来 如果说迷路了 找不到回去的路的话 就会特别的麻烦 可能叫让塔利班送送我们回去 最好不要出这种问题 啊 一切以安全为主 这个是我们小区门口 一家男店 阿富汗的男特别的香 完全不一样 很大块 哇 然后它工人特别多 nice 我们在刚才那家男店 买了一个男啊 差不多和人民币是一块四 呃 一个 很大 基本上够两个人 管饱了 啊 然后再来一点那种下饭菜 就行了啊 然后我旁边这个就是 他这边当地的建筑啊 基本上都穿着这个个点铁 铁丝碗 铁炸的 走着还是心里面有一小点紧张 毕竟很陌生 第一次来 我这里当地有一些老人啊 这些老人 就坐在这些男领店上 一般如果有人在买男的话 他们就会多买一点 呃 送给这些老老人吃 然后这些老人的话 也是在这里接活路干的 就是 如果有活路干的话 他们就会接 我旁边这个是一个 阿富汗当地的一个小吃啊 吃的人挺多 看起来是挺好吃的样子 一块一块用油炸的吃啊 等着明天来尝一下 这里是我们住的门口的一个小卖铺 我们今天第一天到不想跑太远 有什么需要买的东西的话 就过来这个小卖铺解决 他这里解决 这些是我到阿富汗来的第一件装备啊 防弹衣也是我大哥家里面的 住在我大哥这里啊 挺安全的 他这里请了四五个保安 都是合腔食蛋的 大国家晚上做的羊肉 都是中口餐 这边的羊肉挺便宜的啊 吃完半休息 明天再出去转转啊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